55年来坚守文字宣教岗位 传递华人国度福音使命的 基督教论坛报 在11月24号文华东方酒店 举办55周年盛会 包括跨中派牧者 产业人士 国外代表等200多位嘉宾齐聚 一同见证论坛报 在跨中派平台上 往亚洲论坛影响力中心的 里程碑迈进 我想过去50年论坛 曾经为台湾教会来努力 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媒体 但是50年之后 我们一直在努力串联 整个亚洲的教会 论坛是一个平台 不只是一个报纸 它是一个教会的连结 它是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 55年来 论坛报透过文字 曾载百年宣教使命 从一笔奉献创刊营运 经历经济风暴 阅读习惯的转变 至今能够忠实记录教会消息 铃粮供应 针对社会时事 回应信仰洞见 近年来 随着数位阅读时代的到来 论坛报也推出线上论坛 及影音事工 如果你肯打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 耶稣住在你心里 你活的会比恩节好 会比我好 因为那位让我们明天 会更好的上帝 帮助我们活的好 身为跨中派 独立经营的基督教媒体 见证台湾宣教的起飞与改革 并举办多届 福音为电影精英奖大赛 一起为培育国度宣教人才来效力 神经营教官 神经营教的人才来说 神经营教人才来 祈求这些宣教人才来 也但願我們每一個人願意把我們的生命再一次完全的奉獻給主 但願感動早期宣教師的靈 加倍的感動我們 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籌備中的亞洲論壇影響力中心仍能進展中 期待這裡成為眾教會及全球福音會流的平台 並擴張論壇報半世紀的影響力 傳扬上帝的工作到地級